在世界各国武器中 火炮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武器 它具备强大的杀伤力和远距离打击能力 能够对敌方进行火力压制和毁灭性的打击能力 今天要讲的主角就是美国新研制的M1299自走炮 该武器可以打击70公里外的目标 这款火炮的研发是因为近年来 俄罗斯开发了自制的远程榴弹炮 并且性能各方面都要比美国现役的M109A6和M109A7要强上不少 并且随着2002年美国取消了XM2001十字军计划后 美国陆军一直没有研制出尖端性能的火炮系统 而是依靠M109的升级版155毫米火炮 美国为了解决远程新型的自行火炮开发问题 当时根据增程加农炮计划 开发新的火炮让其使用一新型的增程弹药 从而提升火炮的射程距离 之后BAE系统公司收到该新型火炮开发的合同 于是正式命名为M1299自行火炮 虽然M1299自行火炮的数据还未公开 但是在亚利桑那州有码实验测试后 M1299在射程速度区域覆盖杀伤等 其他方面都要比现在美国使用的其他火炮要优异的多 M1299火炮是在M109A7自行火炮的基础上进行研制的 当时还被称作M109A8火炮 但是M1299火炮是以新型的系统 它具备新的火炮 新的炮塔 以及新的自动弹药处理系统 所以并不属于M109A7火炮的升级版 在这里可讲一下M109自走炮 M109是155毫米口径自走炮 它于1963年开始进入美国陆军服役 为当时诗和旅机部队提供所需的取射火力支援 从它开始生产到现在 总生产数量已经超过了7000辆 并且被30多个国家所装备 在此之间进行了数次改良和升级 如在1969年同测试的M109A1 A1B 当时主要是更换成了M185榴弹炮 它比原来的主炮口径要大上不少 让其在射程上增加了近一倍 之后又衍生出了M109A3 A3B M109A4 A5 A6 A7等 其中最有名的是M109A6帕拉丁 以及M109A7 M109A6帕拉丁在炮塔内部加装了 克维拉防弹内衬 它能有效的防护了成员的安全 并且还增设了半自动的装药填装系统 能够有效的维持持续射速 此外 A6配备了之前型号都未装载的全自动火炮射控系统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 单频地空无线电系统 火炮自动射击管制系统等 在没有作战指挥车的情况下 也能进行射击任务 而M109A7当时采用了M2布雷德利坦克的一些配件 而且M109A7自行火炮的火炮驱动系统 全部更换为全电力控制 这种控制比以往的液压系统更为的精进 并且M109A7自行火炮 换用600伏特车载电源系统 直到美国陆军增程火炮炮兵系统计划成熟 本来预计要研制新型的M109A8自走炮的 之后便将计划使用到了1299自走火炮上 M1299自走火炮使用了新型的XM907155毫米L58加农炮 这种58口径的加农炮 要比M109A7采用的39口径炮要长上不少 M1299自走火炮数据虽未公开 据有人推测 它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60公里每小时 而最大行程范围在320公里 可以搭载4名成员 而M1299火炮的常规射程在50公里 这已经比M109A7火炮要远很多了 如果使用新型的XM1113火箭增程弹的话 它的射程可以超过70公里 并且炮弹上还搭载了GPS制导功能 在未来XM1113将会取代美国陆军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生产的M549A1弹药 另外还会设计一种在无GPS的情况下 使用的炮弹根据推测它的射程 可以达到100到120公里的距离 另外M1299火炮还具备自动弹药装载系统 可以将射击速度从1分钟3发增加到1分钟10发 而与俄罗斯2S35自走炮相比 M1299自走炮在射程上要优异很多 RS35联盟SV自走炮 它也是俄罗斯最新研制的自走火炮 第一辆演示战车在2006年完成 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 之后在2015年莫斯科胜利日阅兵演习中出现 并且RS35联盟SV自走火炮 很可能会取代俄罗斯陆军现在服役的MSTA自走火炮 RS35自走炮原本是MSTA的一种衍生型号 但随着时间的改造升级 这种衍生型被废除 让RS35联盟SV自走炮向高度自动化进行射击 因为这样可以大幅度的减少人员的使用 虽然RS35联盟SV自走火炮类似以前的MSTA 但它是具备了新的火炮系统 并且还有无人炮塔 其上装备的是一门152毫米火炮 另外还有一个全自动化的弹药装载和处理系统 并且它采用了模块化充电系统 这使得火炮系统可以发射多种弹药 其中包括标准和火箭以及辅助的H1FRAG弹丸 反坦克子弹药的极数弹丸等 另外携带弹丸的干扰机标准弹丸的射程大约在30公里 而火箭辅助弹丸的射程约为40公里 另外俄罗斯还研制了一种新型远程精确制导子弹 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70公里 并且精准度很高 RS35联盟SV自走炮 它还能够发射很早生产的克拉斯诺波尔极光制导弹药 可让其最大射程20到25公里 RS35联盟SV自走炮的外兽型将会配备155毫米火炮 以及标准北约弹药兼容 这种出口型的RS35联盟SV自走火炮最大射速 约可以达到每分钟8发 并且该型火炮系统可携带大约60到70发的基载弹药 而在它的炮塔后部有一个弹药装填系统 可以来让补给卡车装填弹药 另外 RS35联盟SV自走火炮还具备自动瞄准和冲锋选择系统 在RS35联盟SV自走炮中有一个遥控武器站 炮塔上还配备一挺12.7毫米机枪 它可用于对空中和地面敌人进行火力压制 从而起到防护作用 RS35联盟SV自走炮具有高度的自动化水平 三名成员就可操作 其中包括指挥官炮手和驾驶员 成员位于船体前部一个保护良好的隔间内 RS35联盟SV自走炮的装甲中 可以有效的保护成员避免轻武器射击和炮弹碎片的伤害 并且RS35联盟SV自走炮还配备了NBC保护和自动灭火系统 这种配置美国的M1299自走炮也有配置 RS35联盟SV自走炮还会使用金的履带式底盘 部分T90主战坦克的一些配置 并且底盘的布局也和T90主战坦克相似 不过还有猜测在未来将会使用阿玛塔通用平台 但是RS35联盟SV自走炮的火炮系统 据说还有很多的缺点 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升级改造 这与美国的M1299自走炮相比可能会差一点 因为从性能上来说目前两款基本相似 但M1299自走炮在射程和杀伤力上 都要比俄罗斯RS35联盟SV自走炮要强上一些 但目前这两款自走火炮还没有进行快速量产 并不确定它们在这期间会不会再进行改造升级 所以大家可等到具体数据公布出来后 可以对比一下究竟哪款自走火炮更为的厉害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大家观看